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省长 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胡玉婷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 审议通过关于全省法院执行工作双重领导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习近平省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汽车客运站高质量转型发展实施方案 会议指出 我省是生态资源大省 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忠实践行两山理念 着力维护生态安全 加快建设生态强省 在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中体现吉林担当 要坚持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千方百计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发展优势 要坚持绿色低碳发展 推动新能源电力向新能源装备 新能源化工拓展 促进产业生态化 生态产业化 要坚持以系统观念治理生态环境 持续打好燃天 碧水 青山 黑土地 草原湿地五大保卫站 深入实施万里绿水长廊 十年绿美吉林行动 林草湿 生态联通等重大工程 扎实推进美丽河湖和大水网建设 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三线一单体系 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 现代化水平 会议强调 要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稳步扩大实施范围 在市周层面持续推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改善国有经济布局 增强国有企业社会责任 要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 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 向关系国际民生的公共服务 应急能力 公益性领域集中 向四大集群 六新产业 四新设施集中 促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 要加强财政资源科学统筹和合理分配 强化预算约束 推动预算绩效管理 持续提高资金效能 发挥人大监督作用 会议指出 加强自然垄断环节监管 有利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 要健全监管制度 坚决防止滥用行政权力 排除和限制竞争 坚决防止利用垄断优势 向上下游竞争性环节延伸 要完善监管体系 确保自然垄断企业 始终聚焦 主则主业 开展投资经营活动 要提升监管能力 加强对自然垄断重点领域 重点企业 重点环节数据分析 推进公平竞争政策 有效落实 会议强调 要进一步增强专家 参与公共决策的规范性和公正性 更好发挥推进改革发展的重要智力资源作用 要加强对专家队伍的政治引领 建立健全从专家临选 到考核监督的全过程 全链条管理制度体系 鼓励支持专家 积极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 建言宪策 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出席会议 有关省领导 省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2月1号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 就冰雪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到长春调研并召开雪博会筹备会议 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寒地冰雪经济 旅游产业发展重要论述 和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加快冰雪旅游重点项目建设 高标准 高质量 筹办好雪博会等各类活动 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新优势 加快打造世界级冰雪品牌和冰雪旅游胜地 胡玉婷对冰雪旅游产业十分关注 时隔33天 他再次来到冰雪新天地 实地查看开源准备情况 看到企业已于11月下旬进场施工 进度版足12月12号开源运营后 胡玉婷对企业用储冰窖的方式 加快园区建设的好做法表示认可 叮嘱企业要抢抓冰雪旅游黄金期 加快配到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服务质量 确保暗期投入运营使用 要加强项目策划 做好创意设计 用好智能光影等手段 加快沉浸式体验式项目建设 打造旅游新产品 消费新场景 提升园区的观赏性 娱乐性 让游客玩得开心 玩得尽兴 天天山滑雪场上游客欢声笑语 十分火热 胡玉婷表示 要线上线下同步加强推介 拓宽宣传渠道 强化市场营销 打造一批网红打卡点 吸引更多游客 加强与学校合作 鼓励学生进行滑雪学习和训练 让更多青少年了解冰雪 热爱冰雪运动 营造极临人人会滑雪的冰雪运动氛围 有关方面要进一步强化服务保障 在拓客员 饮活动 促消费等方面提供支持 正气联动促进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 胡玉婷召开雪博会筹备会议 听取准备工作情况 她强调 雪博会是国内唯一 以雪为主题的博览会 在冰雪行业极具知名度和影响力 要把雪博会作为发展冰雪经济 实现旅游万一级目标的有力抓手 进一步提升展会品位 丰富活动形式 切实办出品牌 办出效果 要强化省级统筹 成立省级工作专班 加强与地势协同 加强活动衔接 充分体现专业化 特色化 要坚持高标准打造 聚焦标志性项目 办好主体活动 融入国际化元素 提升展会层次 全方位多渠道 报道大会筹办举办进展 适时发布产业发展政策 旅游优惠政策 展示吉林冰雪的立体形象 确保冰雪经济持续升温 要进一步充实完善展会内容 广泛邀请具有影响力的嘉宾客商 做好布展设计 活动安排等筹备工作 发挥好展会平台载体作用 做大做精冰雪旅游文章 擦亮叫响雪博会品牌 要细化展会保障方案 加强工作人员培训 规范城市交通秩序 优化网络等公共服务水平 严查轰台物价 欺诈游客等行为 塑造良好城市形象 营造良好氛围 地方政府要树立主体意识 各有关方面要协同联动 同题共达 确保各项筹办任务 如期高质量完成 办成一届精彩的盛会 杨安帝 王子莲参加活动 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马璐 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 吉林工会工作成效 他表示 大会的隆重召开 对于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 激发广大职工 创新创造热情 助力吉林高智能发展 奋力谱写 中国式现代化吉林新篇章 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 中国工会十八大精神 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 组织动员广大职工 立足岗位 创新创造 积极发挥主力军作用 为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 贡献智慧和力量 省委副书记 省委统战部部长 乌海英强调 全省广大职工和各级工会组织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致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 贺信精神 和在新时代推动东北 全面振兴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 按照省委十二届四次全会部署 强化思想引领 始终坚定正确政治方向 胸怀国之大者 汇聚创新创造实践伪力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 展示新时代劳动者风采 当好主人翁建功新时代 为推动麒麟全面振兴 率先实现新突破 贡献智慧和力量 会上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吉林银行和九台农商银行 向八家贷款企业代表 发放创业贴息贷款 吉林省职工技术创新成果 转化交易双方 进行了异想签约 为第二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 优胜职工 省首届职工技术创新成果 获奖代表颁奖 同时吉林省职工技术创新成果 转化平台正式上线 活动还邀请来自全国的 41位大国工匠和劳模代表 到吉林进校园 进企业传经送宝 为新时代新征程 吉林全面振兴 蓄势赋能 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 大国工匠高凤林 副省长李国强出席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省总工会主席范瑞平 主持会议 12月1号 2023网上群众工作大会 在长春举行 与会同志围绕全面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 更好利用互联网等 新平台新手段 走好党的群众路线 拓展新时代风桥经验 进行探讨交流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徐立经 省委常委 省委秘书长李伟 省委常委 省委宣传部部长曹陆宝 中央网信办 网络社会工作局副局长 石献生 现场致辞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代表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傅文杰 视频致辞 李伟表示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新时代推动东北 全面振兴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 推动吉林全面振兴 率先实现新突破 需要广泛凝聚民心 集聚民智 汇聚民力 我们将充分发挥 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等平台作用 坚持把工作做在云端 使服务更接地气 进一步走好网上群众路线 做好网上群众工作 希望人民日报社 人民网及各位媒体朋友 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吉林 积极宣传推介吉林 让更多人了解吉林 走进吉林 爱上吉林 曹璐宝表示 前不久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新时代推动东北 全面振兴座谈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 充分体现了 对东北的关心关怀 和殷切期望 吉林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 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行 吹响了全面振兴 率先突破的嘹亮号角 希望人民日报社 人民网 以及各位媒体朋友 帮助我们架好 网上网下联心桥 练就做好 网上群众工作真本领 以更多高质量新闻报道 助推吉林高质量发展 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 率先实现新突破 汇聚强大合力 会上发布 用好群众留言数据 强制理会民生报告 2023年度 人民网 网上群众工作单位名单 中共吉林省委十二届四次全体会议 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 推动吉林全面振兴 率先实现新突破的主要目标和主要任务 各部门党员干部表示 要不断增强率先突破的信心决心 不断后执率先突破的底气志气 不断激发率先突破的活力动力 不断提升率先突破的底色橙色 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中 永历朝头率先突破 全会指出 抢抓机遇 要因时而谋 因时而动 不断增强率先突破的信心决心 大家表示 要加快构建具有吉林特色优势的 现代化产业体系 形成多点支撑 多业并举 多元发展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紧紧围绕四大集群 六新产业 四新设施等战略布局 为我省打造 万一级旅游产业 真正的发挥出国有企业应有的带动作用 全会上提出要持续迭代升级 我省人才政策 我们将尽最大努力 吸引集聚和用好各类人才 助力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牢固肃力 大事无关 大资源观 全面发展四季农业 加快形成梁津石统筹 农领牧鱼 多业并局的产业体系 精准落实税收优惠政策 创新实施税费服务举措 持续提升税收融商环境等 市场化 法制化和国际化水平 全会指出 以四新设施建设为保障 推动形成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体系 大家表示 要不断提升率先突破的底色橙色 努力在重点领域 重大任务重要方面率先实现新突破 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 深入实施藏粮于地 藏粮于祭战略 加快推进农业强省建设 努力争当现代农业排投兵 全省各级民政部门将重点在 构建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和推动养老产业发展的方面 做出积极努力 在加强药品全生命周期质量监管的同时 加快生物制药核心技术 攻关和成果转化 为吉林全面进行 贡献药间力量 全面对标对标 在新时代消防救援事业发展竞争中 奋力谱写新篇章 我们将紧扣生态强省建设目标 着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以高品质生态环境 支撑吉林高质量发展 可持续振兴 近年以来 吉林省税务部门聚焦 半税体验更好 需求响应更快 政策落实更优 优化服务模式 提升精细化服务水平 以暖心的政策和贴心的服务 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近一段时间 通话市各个企业 都收到了一份 税费优惠政策大礼包 这个礼包针对企业 差异化需求 强化点对点 个性化的特质 确保税费优惠政策 直达快想 落实落地 每个企业的特点不一样 享受的政策也不一样 我们针对的方向也不一样 我们把相关的政策 以及在享受过程中 需要注意的一些注意事项 都放在了大礼包里边 企业可以针对他们的需求 像手册一样翻这个政策 让他们影响尽小 对我们办事人呢 有很大的帮助 解决了我们很多的难题 服务也贴心 吉林省持续优化 税收营商环境 提升精细化服务水平 实现从被动服务 到主动服务的跨越 税顾问们 实时跟进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发票存量不足了 有人提醒 纳税申报 有人辅导 政策宣讲 实时跟进 在东丰县 税务部门凭借良好的纳税信用 帮助企业成功申请到银行贷款 银税互动 帮企业打开融资之门 税务金运员 帮我们跟银行进行沟通 贷款400万 是当天申报 当天主任 帮我们解决了非常大的问题 最让我感动的是什么呢 税务局是想企业所想 集企业所集 真真切切地为企业做好服务的 吉林省税务部门综合运用 巡查督导监督检查等方式 加大政策落实监督力度 开展优环境稳增长 税商联动服务民营企业行动 进一步拓宽 银税互动办理渠道 优化办理流程 目前 绝省小微企业 银税互动贷款金额 达到77.31亿元 经过三年的紧张建设 11月30号 纵港我省中东部的重要通道 大浦柴河至烟筒山高速公路 建成通车 大浦柴河至烟筒山高速公路 是延长高速公路的一部分 全长191.374公里 是吉林省东部地区 连接沿边朝鲜族自治州 及浑津口岸的一条重要干线公路 该项目具有施工工期长 有效施工时间短 旧路改扩建工程复杂等特点 为了保证我们工期和质量 全线的梁 通过采用不锈钢板 还有智能张拉 循环压浆的技术 期前三个月 完成预制梁的作业 延长高速蒲烟段的建设通车 标志华电市 结束了不同高速公路的历史 将对周边城镇 社会经济迅速发展 起到积极的助推作用 延长高速蒲烟段的建成通车 为延滨州通往省会长春市 以及长白山通化大连等方向 开辟了快捷通道 今年 吉安至华人 大不拆河至烟筒山 两条高速公路 相继建成通车 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达到4644公里 2024年 烟筒山至长春 长春至太平川 长春都市圈 环县273个项目 将建成通车 届时 我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 将突破5000公里 达到5025公里 近年来 电商进农村 为乡村振兴带来新的活力和机遇 也成为农产品销售的新引擎 今天的爱上吉林 我们就来认识一位90后老乡 卢丝树 2017年 他来到龙景市 开启了利用电商销售 助农增收的创业之路 作为一个年轻人 能够用自己的所思所学 参与到家乡的乡村振兴事业中 做些实实在在的事 去帮助农民增收致富 这样的成就感 是其他任何事情都比拟不了的 我叫卢丝树 老家在通化市柳河县 2013年大学毕业后 就回到了柳河 这期间也在当地商务部门工作过 也自己创办过微电 网店 正是这些经历 让我积累了电商的销售经验 2017年 我和爱人一起来到了 沿边州龙景市 路上就看到了这里的万亩梨园 震撼我的不仅仅是风景 还有当地的苹果梨价格 因为当时就已经在这个公路边 就开始摆这个箱子了 我一问价 五毛钱一斤 所有市场上卖的水果 你说哪有说几毛钱一斤的水果 跟很多果农聊了以后 我也找到了这其中的原因 销路太单一了 就是传统的大型批发商贩 再是这个人的岁数大了 他的一个营销思维 销售思维也要受阻一些 再有一点的就是 不知道自己的家里东西好 我当时就在想 能不能用电商销售的手段 来帮助这些果农呢 说干就干 我开始着手注册公司 但当时办公场地 成了我第一个需要面对的难题 于是我找到了龙景市商务局 你要是初期说 让我去花钱租一个场地 当时来的时候没有 所以当时这个是商务局 给我提供了一个免费的场地 就是什么都有 水 电 网 供暖 全都有 虽说是从零开始 但当年我们就利用电商平台 销售了近30万斤的苹果梨 这也让我们信心满满 于是我们又将目光锁定了 当地的鲜石玉米 还有民俗食品 当年在淘宝 京东 苏宁等 各大电商平台 都创建了龙景特产店 销量也是节节攀升 取得这些成绩 以往的经验和团队的合作 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而当地政府部门的大力扶持 也让我们如虎添翼 当时我们卖玉米的时候 有一部分就是拉到我们自己 办公室去卖的 朋友圈发 我说谁能来帮忙 打包玉米啊 包不出来了 商务局局长一看我这个消息之后 带着单位拾了个人 帮企业干活去 也过来开始包 也过来开始帮他打包 然后乡镇政府的 看着了 也过来 五年来我们还和商务部门 进行了多次的合作 创办了龙景市电商公共服务中心 县乡村三级服务体系 收集汇总了龙景市 65个村的基本情况 并为村级服务站 提供免费的电商咨询服务 跟家乡的人在一起 做事情 谈事情 都感觉特别的亲切 而且我做的这个工作 是不断的向下去 从这个一线尝试 到县级 到乡镇 到乡镇 到村 没有往下降一级 我都觉得这个更接地气 这个做事的时候 我心里也更踏实 我是卢丝树 这是我的故事 希望能给你一个 爱上吉林的理由 12月1号 上海轨道交通 市域机场联络线 首列车 在中车常客下线 这是我国首列 市域C型列车 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 具有智能先进 安全舒适 公交化运营 高颜值等特点 实现高铁技术 与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模式的完美结合 在长三角 乃至全国市域铁路项目中 拥有广阔应用前景 近日第五届中国大学生 核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 来自全国11个省市自治区的 23支代表队参赛 长春中药大学核球队 以全胜战绩 缠联阳光组冠军 这是长春中药大学 核球代表队连续四起 获得此项赛事的全国冠军 据了解 核球运动是中国原创民族体育项目 传承了中国唐代 隔往促居运动 全国共有一百余所高校开展 11月30号 2023至2024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冰雪旅游记之首届 温泉养生节 在龙井皮岩山 温泉谷村落起目 养生节以长白天下雪 极美在延边为主题 期间还举办 延边人参美食大赛 野山深书画展 科普讲座 中西专家议诊等丰富活动 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 文旅盛宴 在冬日的灰南龙湾 火山口湖群烟波浩渺 绝美勿松 玉树穷枝 如同诗情画意的童话世界 节目的最后 一起去欣赏 中西丰富汗群烟波浩游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